- 得尽快恢复斗气,好去接迎彩霖。 - 得尽快恢复斗气,好去接迎彩霖。 - 啊,彩霖! -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 - 她们追上来了。 他的计划成功了 跟上 他们追上来了 你的飞行速度太慢 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 大人呢 快 他们走了 现在我们安全了 多亏你了 你没受伤吧 只要那个毒女不出手 就没人能伤本王 今晚 你有什么收获吗 三寿蛮荒菊 怎么了 可惜只是一卷 没什么用 这个拿着 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啊 这功法对十人租更有用 这件成功 好处不小 那种飞行速度 别说你的紫云翼 就是我也追不上 这东西的价值 可比三寿蛮荒菊高多了 彩琳 你拿着 还是你拿着吧 小颜 我要走了 现在强敌已出 驾马帝国暂时没事了 我们蛇人族 也该牵去新的领地 翻眼生息 我得回去 主持大局 我的族人 在召唤我了 那 那你万事小心 放心吧 芸山已死 芸蓝总不复存在 萧嫣少爷 终于大仇得报 没想到才四年 萧嫣哥哥就达到了 窦黄界别 真让勋儿意外 小姐 要劳在芸蓝总 我之战中 被魂殿之人 突然出手擒走 没想到 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了 琳朗 派人搜寻魂殿所在 当年萧叔叔的事 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 是 魂殿 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 那块驼蛇谷地狱 对了小姐 我听说 族中决定 派人前往加玛帝国 去小家搜寻 您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 什么 好大的胆子 那群老家伙要倒霉了 炼制出几枚失声单了 已经两枚了 都交给海老保管了 才两枚 算下来 这些帝国最精锐的 无品炼药师 半个月才能炼制出 一枚失声单 老夫自然会 竭尽所能 不过这事 但一枚王普 何必我更合适 若由他来主持炼制 效率应该能提升一倍多 古河的灵药术无庸置疑 但他和我的关系 想请他来主持 可能性不大 盟主与古河是有些过节 但想要请他加入丹堂帮忙 也并非不可能 发麻会长有办法 盟主可知道 名为丹塔的自由组织 丹塔 丹塔存在历史十分悠久 那不仅是炼药师 心中的圣地 更在大陆上 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进入丹塔的条件 极为苛刻 必须有足够分量的 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 如果盟主 以日后能助古河 进入丹塔为条件 跟他谈 我相信 他会愿意加入丹塔 可以试试 萧炎 你来干什么 刘兄 麻烦通报古河大师医生 就说萧炎求见 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看来阎盟如今的势力 果然已经遍布加马帝国啊 小盟主 有事便说吧 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 没有打理 不便陪你闲聊 那我就不拐弯磨脚了 此次前来 是想请大师加入阎盟丹堂 加入阎盟 算了 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 便不去你那阎盟凑热闹了 吵吵闹闹的 令人烦躁 你这家伙 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 如今 丹堂的潜力 可远比炼药师工会强 你若是加入的话 日后有丹堂推荐 你的愿望 指日可待 你这老家伙 少拿这个诱惑我 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阎盟 我就没有其他路子 进入丹塔了吗 若非我自认是加马帝国之人 不想轻易离开故土 凭我的炼药术 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 这老头 古河大师 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 其他炼药师组织 并无太大兴趣 为什么不考虑阎盟 有什么需求 但说无妨 我倒是可以加入炎盟丹堂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请说 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 若你赢 我便加入炎盟 如何 你这家伙 换个条件怎样 以你的辈分 与萧炎比试炼药术 有些欺负人哪 欺负人 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 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 老家伙 难道你敢将这家伙 当成小辈看待 他的炼药术 可不会比你低 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 萧炎 怎样 与我比试一场 你若赢了 如你所愿 你若输了 以后 就别再来打扰我了 既然如此 萧炎奉陪便是 那 请吧 老家伙 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 不好说 骨盒能被称为丹王 自有其独到之处 可萧炎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些日子 从他的几次出手练丹情形看 他应该也有六品炼药师的水平 所以 胜负难料啊 这才几年不见 当初那个小灵药师 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 老师 你们总算出来了 怎么样 谁赢了 我骨盒 从现在开始 就是阎蒙丹堂的人了 欢迎丹王 居然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啊 小医生这是发现了魂殿消息 我得立刻去趟初云帝国 不过去之前 骨盒大师 那丹堂一事 以后就拜托你了 盟主 放心吧 还有些钥匙 先是赔了 嗯 向远 向远 这儿 我在这儿 紫妍 你怎么在这里 彩灵姐带我来的 不过这几天她闭关了 我只好一个人玩了 嗯 你是来找彩灵姐的吗 嗯 我准备去趟初云帝国 过来跟她说一声 不过既然她在闭关 那先不打搅她了 啊 听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小爷 我也要去 此情太过危险 你还是乖乖留在家马帝国 都给我提起精神来 女王陛下的安危 比什么都重要 绝不能有半点马虎 是 大总理 嗯 萧炎 你就是萧炎吧 没错 正是在下 看眼的实力 仅次于彩灵和四位长老 你这小子 害得陛下有性命之威 把我不一拳打死你 力气不小吗 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 小丫头身后的人族 再想前一步 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 不愧是阎盟盟主 还真有些手段 阎盟与蛇人组本是盟友 你贸然动手 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 你 血口喷人 有本事和我打一场 还不是我们对手 你贸然动手 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 你 你怎么来了 再灵结 这个坏蛋刚才欺负我 要不是我晋升到窦黄 早被他一拳打死了 你胡说 陛下 您说过 您在闭关期间不见外人 而且 他还害得您 闭嘴 萧炎身为阎盟首领 怎可随意与他动手 魁欣 你身为大统领 应该知道我们蛇人族 与阎盟的合作至关重要 本王罚你去蛇窟 面壁撕过一个月 是 有事吗 小姨先传来消息 在出云帝国发现魂殿的人 我要马上过去 只是 有点放心不下你 魂殿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现在的身体 禁不起任何善事 而且有小姨先相助 不会有问题的 你的实力我自然放心 可是 我不放心地独你 况且此次 是深入出云帝国 到她的底盘 万一她搞些手脚 我陪你一起去 总比孤身一人好 放心吧 我信得过小姨先 算了 既然你相信她 就随你吧 免得你愿我小肚鸡肠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 两年内 我必定将丹药送到你手 这次 你就别随我一起去了 我可不幸在紧要关头 那毒女会出手保护你 我必须跟着一起去 真哪 你没办法 那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 不过事先说好 你一定不能冒险行事 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将族中事务交代一下 谢谢了 她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 对啊 你可要好好待采灵姐哦 那就是独宗总部 天独城 听说她完全被独宗控制 是出云帝国 所有独师心中的圣城 这般深入敌人的老城 还带着紫颜 恐怕只有你这本心的 找到了 放心吧 我若没有失足的把握 也不会带你们来这儿 她那蛮力 即便是窦皇巅峰也能一战 倒是这独宗 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比阎盟在加玛帝国 都要高上许多 你若有她一半狠毒 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 并且血洗其余各势力 那加玛帝国 也能彻底是阎盟的天下 这我还真做不到 小一仙以前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切 都怪恶难毒体 我们傻傻站在这里干什么 进城去吧 不用了 她应该很快就来了 希望来的 不是一堆独宗强者 看来她对小一仙 还是心存芥蒂 希望以后能慢慢地改观吧 来了 来了 抱歉 刚刚从内有钥匙伤医 来晚了些 没关系 来了就好 又不是没见过 难不成戴个斗篷 就认不出你了 初云帝国太混乱了 路上遇到好几个毒师骚扰 彩琳这是为了减少麻烦 才带上斗篷的 谁要你向她解释了 她 我 彩琳 别冲动 不用你管 真要隐藏行计 凭你也能寻出本王 在这出云帝国 没有我寻得到的人 够了 我找你们来 可不是想看你们吵架的 小医仙 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吗 我回到初云帝国时 那魂殿之人 便又来找过我一次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突然要撤军 白白放过那硝烟 那硝烟麾下强者众多 强功只会让毒宗伤亡惨重 我想另寻个妥善的办法 再对他下手 副人之人 我 你 何必在意那些 蚂蚁的生死 魂殿对你的作为 已经很不满了 你最好赶快把他给我抓到 你 否则 继续惹怒魂殿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